Hello 大家好 今天咱们聊一聊限电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 特别是长三角 珠三角 东北 就是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地方 或者说是民营的这些工厂 小企业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限电限的呢 上半年还稍微讲点理 也就是说一周限个几天 或者说每天要错峰用电 然后现在呢 就有点纯粹耍流氓了 是吧 说停就停啊 叫什么不限时不通知 我靠你这个就坑人了 你看工厂里 特别是东北的一些注购厂 购件厂 那么你限电如果不通知 那这一炉钢水 或者说这一炉的那个 正在加工的东西吧 基本上就报废了 对吧 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小一点的企业呢 基本上有一次两次啊 坑到了 就差不多破产了 本身这两年日子都不太好过 是吧 前两天我看有一个统计 就是整个这一年啊 从2020年到今年的8月份 基本上那个国内啊 这个民营企业破产的 得有百分之二三十了都 都是几万家 几十万家这种做注销啊 申请破产啊 这个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非常正常啊 那么为啥我说正常 先从那个这个限电啊 咱们来分析 官方的一个报道啊 基本上就是两条 两条 第一啊 因为跟澳大利亚打那个贸易战啊 澳大利亚给涨价了 所以这个煤不够用了 对吧 煤炭涨价了 对吧 用不起了 发电赔钱了 这个风向啊 是整个官媒的风向 另外一条呢 就是那个老套路了嘛 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 什么绿水青山是吧 金山银山 这个大爷 这个说法就跟之前 我写过一篇文章啊 我说那个人的认知啊 如果太过原始 你说美国的华尔街 或者说是硅谷 对吧 你如果给一帮印第安人来管 但是我不是讽刺 或者说是去嘲讽印第安人啊 而是一个形容啊 给一帮原始人来管 他们能干嘛呢 他觉得华尔街啊 就应该把所有房子全扒了 对吧 硅谷就得改成大草原 对吧 这边用来种地 那边用来放羊 这个就是人的认知啊 太过狭隘 太过原始 对吧 一帮泥腿子 一帮老农民 对吧 还挑大奋的 你觉得这帮人啊 到底能够管出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样的经济 在一个现代化社会啊 21世纪了 还在讲绿水青山 昨天晚上的直播啊 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好多朋友都在提问 说是那个讲一讲啊 这个节能减排的事 其实在今年2021年的三四月份啊 这个话题咱们就聊过 我在墙内呢 也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限电啊 节能啊 减排啊 工厂停厂停工啊 对吧 现产啊 错峰用电 这些话题我都聊过 为了这事呢 我还特意跑了一趟那个广东啊 跑了一趟苏州 那么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长三角 一个是珠三角 也就是说中国的小商品啊 或者说民营的这些加工企业啊 最多的地方 对吧 长三角的那个清房 清工 五金 对吧 啊 然后珠三角的这个电子产业的配套啊 然后一些那个机械加工 哎 一些精密件 对吧 但是同时呢 大家又知道 从2016年开始啊 中国的这些啊 500强企业啊 加工企业啊 这些啊 帝国主义 对吧 全都夹着尾巴逃跑了 那么本身这个啊 外资逃离这件事 就对这些民营的配套企业 中国没有自己原发的企业 中国所有的加工企业 所有的工厂 基本上全是在做配套 全是在做配套 所以 呃 速导呼寸散 你这些企业都已经没了 谁用你啊 人家都已经挪到东南亚去了 是吧 所以这个什么 错峰啊 现产啊 什么节能减排啊 对吧 这些东西就是雪上加霜一样 本身这个企业 这一块的产业 咱都不能说企业了 这个产业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对吧 大量的这些民营企业啊 都是贷款啊 采购的这些设备 贷款的压力啊 非常巨大 哎 有这个两年的疫情啊 三年的这个外资逃离 本身啊 快死了 快死了 你再祸害一下 基本上就是等于是赶尽杀绝啊 为啥这话我要这么说 首先一个咱们就从那个限电来说啊 啊 说这个煤啊 煤炭涨价了啊 煤炭那个没有进口来源了啊 这件事对于哪个行业有问题呢 第一是冶金行业 中国缺的是冶金煤 是冶金煤 所谓的动力煤 无非就是按照标准5000大卡往上 中国原产啊 中国原产是足够足够的 然后我大概是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所有煤炭的价格啊 陕西 山西 内蒙的煤啊 同比啊 跟今年上半年啊 同比上涨的幅度不大 百分之十几啊 最高不过百分之二十 这个概念是很正常的 每年都这样 每年九十月份 只要一入冬 就是民用煤啊 东北西北啊 这些比较寒冷的地方 民用煤有需求的时候 这个煤炭都会涨 都会涨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 另外一个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东西叫野金煤啊 野金煤只有那个进口中国本地的原产啊 并不好达不达标啊 那么野金煤的进口啊 主要啊 以前是澳大利亚 现在主要是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野金煤啊 今年上半年就进口了一点四亿吨 是完全够的 完全够的 在中国的工业炉啊 就是这种野金煤要用在工业上吧 这种烧野金煤的工业炉 工业锅炉 一共有二十八万台 那么二十八万台 每年的消耗量也就是两亿吨 这个数据是我查到的啊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上半年进口了一点四亿吨 然后中国的整个的消耗是两亿吨 而且这个两亿吨是完全的产能啊 满负荷生产的时候是两亿吨 所以不缺 煤炭并不缺 煤炭价格并没变化 那么太大 野金煤是涨了 涨的比较厉害 因为需要进口 然后有一部分煤呢 是澳大利亚的煤要进口到那个印度尼西亚 进口到其他国家 经地三国再走到中国 这个肯定是要涨的 折腾了一圈吗 你愿意跟人打吗 对吧 打完了之后啊 口号喊完了不用 你倒没饿死你 吹完牛逼了 还得用 哎对吧 就跟之前跟那个美国打贸易战 跟什么加拿大搞这个什么大豆外交 是一样的 对吧 吹完牛逼你便买呀 你还不能不买 对吧 人家不卖你粮食 你能饿死 哎 你还只能说是把美国的大豆啊 加拿大的农产品进口到什么印度啊 进口到越南 再进口到中国 对吧 脱了裤子放屁 还拉了一裤子使 这个是首先一个咱们论证啊 论证这个电煤并不缺 因为本身中国的电煤啊 是神马煤都能用 哎 神马煤都能用 鹤煤都能用 也就是说浅层煤用的非常多 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咱讲过的节能减排 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一故事 无论是错峰用电也好 无论是节能减排也好 啊 说是一个企业啊 加工企业啊 每天啊 只能那个生产六个小时 或者说每天只能后半夜生产 这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吗 白天生产八小时和晚上生产八小时 有什么区别 对吧 你能节能吗 你能减排吗 是完全一样的 甚至啊 像那个我去长三角的时候 说那个每周啊 生产三天 每周生产四天 甚至每周生产两天 那么这两天的时间 咱挑个最少的 是二十四小时连轴转 根本不停的 你正常每周生产那个五天六天的时候 其实每天也就是八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如果说订单量不那么满复核 不充足的话 每天也就是上午三个小时 下午三个小时 去了两个吃饭休息的时间 如果按照六个小时去对比 和二十四小时满复核生产 你生产两天 反而多出一天的产能呢 对吧 而且在这种限制啊 也就是说行政干预之下 这些工厂会有一种那个错觉 他认为只要生产出来 囤积到仓库里 这个东西一定会短缺 然后去疯狂的去那个采购原材料 疯狂的生产 疯狂的囤积 把所有的钱啊 全囤积到库房里 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暂时不知道 哎 我得到的就是这个 我去惠州的时候 也是当地的这些民营企业家啊 这些工厂老板 各行各业的吧 五金的紧箱件的 精密件的啊 电子件的 对吧 这些工厂老板几十个人 我们坐在一起先聊天 其实结果就是这样 除了给正常生产啊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大家更辛苦了一点 哎 其他的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也没有节能 也没有减排 所以你看第一 咱们煤啊 并不短缺 特别是电煤 根本就不缺 电煤根本就不缺 煤的价格正常啊 每年九十月份 都会涨个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二十是最高了 然后产能本身煤炭 中国国内的煤炭产能 就是过剩的嘛 对吧 连续好多年了 然后这个是煤炭不缺啊 节能减排 没必要啊 脱裤子放屁 那么到底你说 这一年多吧 也就是说 节能这件事吧 从去年冬天开始 去年不也是这个时候 九十月份 对吧 长三角 猪三角 是重灾区 然后开始号召什么 节能减排 开始限电限产 对吧 他到底 深层意思是什么 下面是老王 个人的分析啊 首先一个经历过计划经济 就会知道啊 想要把所有的东西收归国有 哎 主要要干的一件事呢 以前是土改 愣干 对吧 什么那个公司合营 愣弄 对吧 拿枪怼着 现在呢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搞黄你 搞破产你 如果民营企业不破产 民营企业不摧毁 你想要把所有的资源 全部收归国有 几乎不可能 对吧 民营经济啊 这个竞争力啊 或者说生命力 极其顽强 对吧 极其顽强 哎 再苦的时候 你看国企去玩 那个裁员的时候 他把一线员工全裁掉 哎 当领导的 当官的 全在办公室里坐着 没人干活 这是国企的 民营呢 搞到最极端的时候 老板下去干活了 对吧 老板一家人下那个一线了 对吧 他宁可啊 把办公室的人全干掉 他也不会让这些技术工种啊 让这些一线员工下岗 他是完全相反的一个逻辑 对吧 所以民营企业只要有订单 只要有一点点的夹缝 哎 他就能活得很好 就只能够用这种方式 第一行政干预 司法干预 然后是那个啊 政策干预 这三样东西干预下去 外资逃离 再加上政策干预 那么你想这个民营企业还能活多久 对吧 哎 之前不是说了吗 已经是最后一根稻草了 已经是破产边缘了 对吧 所以我的一个判断还是基于大的方向 哎 民营企业不摧毁这个伟大复兴永远不可能实现 这是我的判断啊 我个人的判断啊 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希望我判断错了啊 我希望 我希望 因为如果我判断错了呢 大家还有口饭吃啊 未来还有个几年活头 对吧 这几年还能过个日子 如果判断对了 那么什么风桥模式啊 计划经济啊 什么东西都来了 什么都来了 好日子就来了 哎 在一个计划经济啊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 计划经济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关键词 非常主要的 就是短缺 它是有意的制造短缺 伤菌酥啊 对吧 一定不能让老百姓吃的太饱 对吧 吃的太饱是不行的 你要让他吃饱了 他就不怕砸饭网了 对吧 你手里边有肉 他宁可不吃肉 对吧 他不给你跪些 哎 你让他饿着 饿着那个半死不活的时候 在生死线 温饱线上挣扎的时候 你手里有个馒头 他能把自己女儿送给你 对吧 哎 这个是一个奴民的方式 或者说计划 经济要制造的一种啊 短缺的景象 对吧 一定要制造短缺 之前那个编过一个段子啊 说是想要治理撒哈拉沙漠啊 想要治理全球沙漠化啊 到底用什么方式 对吧 人类治理了这个好几百年都没治理了 哎 然后有一个专家就提出了一条 在所有有沙漠的地方 实现计划经济 哎 一旦实行计划经济 沙子都会短缺 哎 明白了吧 沙子都会短缺 好吧 今天这期咱们就讲到这吧 啊 然后我是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 我的判断是错的 但是 哎 拭目以待吧 啊 然后老王的小店啊 力所能及啊 不勉强 对吧 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捧场 老王呢 也只能靠这个养家不口了 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